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小跌13點 強勢性的整理 這個盤明後天如果量人 再接近800億 它馬上又要過高了 那誰要來擔當這個角色 把大盤數往上拉抬 不會是金融股 有沒有 小心一下金融股 今天出現長衛吞噬 這是一個賣點 不放心 再度的提示你 今天一樣出現長衛吞噬 不要再追了 我當然建議你的 互帆金融買點你加 我說放到12月份你會賺錢嗎 那今天竟然創高之後 長衛吞噬賣 所以接下來大盤 如果要再過禮拜一的高點 誰最有機會出現擔當這個角色 電子類股 親愛的朋友 整個電子類股的一個走勢 表現今天有沒有比大盤強勢 大盤跌13點 電子類股指數今天漲了0.23% 我在上禮拜二 已經給他們有一個很明確的結論 電子類股指數因為基期比較低 出現一個島型反轉 既然叫反轉 它當然有機會過前波高啊 而且整個資金如果從金融傳產 重回電子股身上 它接下來發展的空間相當大 所以從上個禮拜二到今天 整個電子類股的指數 其實強度越來越強了 上禮拜二你加碼 島型反轉嘛 反轉向上嘛 那禮拜創破斷高之後 這兩天那個電子類股 十字轉折 雙重十字轉折 轉折會上還是下 給你個答案叫做上 這個缺口它守得太漂亮了 電子類股指數啊 一直沒有來測耶 它是十字一直轉折向上耶 所以明後天只要電子股的量 人稍微增溫 台股的量人就有機會來到800億 就有機會過9430的高點 這是我對大盤短線的一個架構 所以中長線 電子類股指數基期比較低 所以可作帳的個股 當然比較多啊 這是你要把握住的一個重點啊 當然其他相關的比較低基期的傳產股 當然也有機會啊 生技股也有機會 只是說電子股 落後太多了 接下來看它表現啊 台股未來如果哪一天要攻萬點 你認為是由金融往上攻嗎 還是由傳場把大盤數拉上去 剛好記得coding 金融類股現在是助攻的一個角色 傳產股通常也是一個賠證的角色 有機會讓台股持續走高 攻上所謂未來萬點的 就只有電子股才有這個可能性嘛 所以我現在提供給你一個操作 策略跟看法啊 所以 在今天台股雖然壓回了13點 我們布局的電子股 這檔環球晶 亮燈 漲停板再創新高 昨天告訴你關鍵新的時刻來了 他沒有表態給你看 這檔股票我們已經做了兩趟了 累積報酬率4成 第一趟 11月1號環球晶買在81 這個訊息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保證一定買得到 11月18號99賣出啊 訊息也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就是這樣一買一賣22% 計算機你去按一按 我們絕對不是用最低跟最高來計算嗎 99除以81就是22%啦 那第一趟在11月18號賣掉之後 接下來股價回檔修正 來到90.6嗎 那什麼時候可以低接 如果一檔股票 只是因為技術面的修正 但是它基本面還是成長的 那可不可以低接 相信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嘛 所以我特別把當時候11月1號 所提供給你的環球晶的 基本面的一個分析 再度的重申 它是成求第三大半導體晶原的供應商嗎 因為它收割了SIMUS 百分之百的股權嘛 既然是全球第三大 會因為股價的回檔修正而做改變嗎 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看到11月營收新高又成長了21% 當然可以接回啊 當然可以接回啊 所以我在12月2號 講完之後換個兩天假嘛 10月5號禮拜 92接回啊 為什麼要接回 止跌向上 另外一個呢 來到月線較支撐 這一條 月線啊 上一次11月1號買在81 是不是沾上月線 買了之後99賣嘛 這次打到月線一樣翻揚助長啊 他當然會拉抬股價往上走高嘛 所以呢 月線沒有被跌破的情況之下 禮拜一 上禮拜一啦 92買回啊 買了之後 10月8號 拉出中長口來到101啊 昨天 我們告訴你明天很關鍵 親愛的朋友 高檔整理四天啊 明天 就是今天嘛 關鍵性的第五天轉折 會上還是下 轉折有兩種啊 不是上就是下嘛 我昨天為什麼特別提醒你 環球今天的11月營收 新高 繼續的創新高 年增長的高達26%嘛 也就是說 當我把他最新的11月營收 拿出來跟你分享的同時 他的一個關鍵轉折 當然是會轉折向上啊 那如果萬一今天環球金不如預期呢 他轉折向下呢 該賣你還是要賣 所以盤中我會幫我們的會員 盯盤盯得很緊 你只要照我的訊息一起來動作 相信今天的漲停板 又是屬你的 昨天特別提醒你啊 環球金 高檔震盪三天不動嘛 連同 這一根長紅五天了嘛 四天啦 到今天是第五天 所以整個環球金 昨天我們跟你預告 今天是關鍵 你看到他最新的基本面 他應該要漲啊 什麼是講在昨天 讓你應徵在今天 我們賺漲停板 是要靠實力 不是亮燈了 才拿出來說 我們有買 是不是 所以整個環球金 今天 有沒有大漲 亮燈漲停創新高耶 恭喜我們的會員啊 整個環球金 今天已經來到108.5了 108.5了 108.5了 108.5跟這個92一除 就是18% 上一趟22% 兩趟的操作 剛好四成 這是什麼行情 這就叫年底做上行情 環球金是哪一個類股 電子股 誰說電子股 沒有行情 嗯 環球金我選的股票 基本面 就是那麼棒 股價要反映基本面嘛 所以你對一檔 個股的未來走勢 有沒有先把他基本面 撩落指掌 如果有技術面的一個買點 兩次都買給你看啊 81跟92 兩次的進場位置啊 99是上一次的賣點啊 全程的公開啊 有沒有跟你對時對價 81買 99賣嘛 22%嘛 那接下來股價呢 回檔修正 來到90.6嘛 已經接近月線支撐了啦 所以92要買回啊 92買回之後 昨天 那麼關鍵性的一天 我當然跟你預告 接下來環球金會怎麼走嘛 昨天啊 嗯 昨天誰會跟你分析環球金 他的好 就只有在下我嗎 誠信實在是我的堅持跟原則 年底作戰行情 你要跟誰來操作 跟法人嗎 我已經講過了 法人圈 越到越中 他一個作戰的腳步會越積極 你只要選擇個股基本面夠強的 法人會跟著後面抬轎 尤其在12月15號左右 他們買超過力道 會持股幾乎到滿檔啊 所以你要領先他們佈局啊 那法人會買什麼股票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我是 某大券商 法人部操盤市主管出身的嘛 外資投信會買什麼股 我太清楚了嘛 所以整個環球青 92你跟我買 昨天高支貸整理4天嘛 今天有沒有5天轉折向上亮燈 兩階段的一個操作 40% 同一檔股票 做股票 有需要做那麼多 跟一支股票賺4錢 這行情你不來跟我操作 你要跟誰操作 所以盤市的一個脈絡 在今天 雖然啊 亮燈收到600多億 那我說過啊 台股600多億 就是一個防守亮燈 那這兩天的防守亮燈 所給予台股的一個架構 沒有明顯的走落嘛 所以短線上來講 明天電子股如果發動了 台股馬上要過9430的高點 只是說我們操作股票 看的是波段跟趨勢 短線上來講 那是說給你批評一下 重點是波段式的操作 環球金 這種兩趟 可以創造四成利潤 你要完全的掌握嘛 做股票 做第一算是沒辦法賺到大錢 只有波段式的操作 你的財務才有機會倍增嘛 環球金電子股的啊 另外一檔 車用電子的黃田嘛 在12月7號 為什麼要買它 雙底完成基本面又成長20% 178買啊 12月7號的一個黃田 一對 這一天啊 這叫左腳嘛 這叫右腳啊 所以左腳要不要買 這檔環田 我之前以前是不是有操作過 老同學應該很清楚啊 所以 上禮拜三那個黃田 雙底啊 雙腳啊 買在右腳的發動點 當天的基本面 在我臉書社團有分析自己去看 買完之後 10月8號漲到185 今天黃田呢 漲到188 一張賺10塊啦 178 到今天收盤價188.5 是不是賺10塊 買個10張賺10萬 買個5張 賺5萬 也是不錯的 從這天開始 到今天為止 我們給你一個部件多 單一個電子股 有沒有比大盤強勢 有沒有比電子類股指數要強很多 這是你跟我合作的一個好處嘛 所以越接近年底 法輪金做這樣的腳步會加速 你要趕快點先他們佈局 所以我特別在今天推出一個 真賺倍速翻的專案 為什麼叫真賺 真正賺得到 這叫真賺嘛 不是虛晃一招啊 我們給你一個績效 不管是之前的一個先進光 還是所謂的一個冰川 還是你今天所看到的一個環球金嘛 如何創造事成 怎麼進的 怎麼出的 夠清楚了吧 所以特別在今天 已經快要接近12月中旬的 真賺的倍速翻 就是要讓投資朋友的一個財富 如何從1到4嗎 這很重要啊 這個行情 我講過 台股不是說今天都在年底作戰行情 作戰完之後 台股就結束了耶 1月份的原業效應行情 前九股市都不錯 你要不要一起繼續來掌握 那原業效應完之後呢 接下來2月份的 台灣農曆年的紅包資金行情 會繼續的延續下去啊 所以這個財富的一個掌握機會 你真的要積極來把握 所以這個真賺倍速翻的一個專案 如何從1到4 明明是有限的 我不會推待多天 你如果真的想賺的 有興趣的 自己打電話進來 休息一下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復活 恢復家園時請穿雨鞋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請丟起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受用无穷 最高不达入区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想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带手 受用无穷 这个不达入区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欢迎大家 今天一个现场 稻穷指数 昨天再创利息新高 已经快要来到两万点了 同样 稻穷或是美国的科技股 走的是什么行情 多人创下利息新高 所以我们的台股 当然要加加油 我们真的落后太多 结构使然没有办法 但是多方性的结构 不管是美国盘还是台湾盘 都一致性的 只是说整个一个稻穷的架构 这是在反应什么行情 反应景气真的不错 所以稻穷即将来到两万点了 所以这次的联准会升级 铁定升定 懂我的意思吗 要升级就是为了谨记好转 所做的一个动作 跟所谓的一个货币政策 所以整个稻穷架构 如果同朋友你还记得话 我在这一根中长虹 11月7号 我们告诉你 一根长虹定江山 把这一根七根黑鸡棒 完全吃掉 接下一个稻穷 当时候美国总统大选还没公布 我已经预测 总统大选之后 稻穷指数会往上走高 对台股年底的作战行情 当然有正面加温的一个效果 所以对那一天稻穷的分析 我特别把那一天的VCR 调出来 拿出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预测 稻穷指数的一个走势 打播请播 昨天美国盘的一个表现还不错 稻穷指数大涨了371点 一根长虹真的定江山 他不仅把上个礼拜五天的黑鸡棒 全部吃掉了 这七天的黑鸡棒完全被吞噬了 你还认为美国稻穷是一个反弹架构吗 所以我已经想像得到 这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后的美国股市 走势会不错 那对台股接下来第四季的年底大作战行情 当然有加分的一个效果 好 宜文大学们在现场 亲爱的朋友 当时候这一根长虹出现的同时 美国川普还没有当选 隔个两天才当选 台股才出现这一根长黑鸡棒 所以我当时就跟你预测 整一个稻穷 在美国不管谁当选之后 他的走势就往上 他所带动的当然是台股接下来年底做这样行情 当时候在11月8号左右 一个多月之前 我已经看到未来了 你有没有跟着看到未来 所以现在的台股呢 有一点制服在这边 还没有过万点吗 但是未来主攻部队 我认为电子股表现的一个机会相当大 上礼拜出现岛形反转吗 他真的有反转向上啊 反转向上之后 这个缺口 有没有被跌破 短线的支撑守得很漂亮 连续两根的十字转折 他当然会转折向上 把台股继续往上带上去 台股未来要继续的走高 要走得很稳 像美国道琼或是美国科技股这样 一直往上冲 一定要靠电子股啊 所以电子股里面的相关强势性GU股 它的表现空间就相当大 就会很大 你只要领先法人坐在轿上 先卡位 那个大波段行情你一定看得到 庆老师看的是波段跟趋势 我很少再跟你讲短线啊 有时候短线价差 那是我帮会很多创造利润 那个就不用讲了啦 这党联军 10月11号嘛 105的低点 有没有跌波 这跟场合的低点 没有破低 基本面又每个月再成长 跟我买 跟我卡位 讲完之后 买完之后 隔天中长红啊 对于未来走势 有没有话给你看 他会先过前波高 过完前波高 正一阵再走高 画得明确 你有没有跟得很紧嘛 隔天 17号 红K棒 规划的行情真的来了 过前波高嘛 过完前波高 会不会震一阵 震一阵再走高嘛 所以这个压回过程当中 当然不会被洗掉啊 空手者当然还是可以上车啊 对那时候我还在加嘛 震一阵 是不是有走高 12月1号 来到121.5嘛 那出现大量 出现天量 一量仙价型 概念当然还有高点嘛 这是我一再给你阐述的一个重点啊 量仙价型 好不好 所以呢 12月1号的121.5 当然不用卖啊 12月5号的 124创波段高 还是不用卖啊 我已经告诉你很明确的一个答案了嘛 所以我买在105左右 你看到最近的投信呢 有没有在买 买在12月初啊 那投票你的资金 要跟我操作 还是要买基金 你自己决定吧 所以我们的眼光 有没有看到未来 谁会在道琼的一个指数 这一根藏口 我告诉你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会涨 带动的是台股年底作战行情 所以联军 投信在作战的 来到124不卖 上礼拜三 押回修证来到120.5没卖 就是不卖 投信一直在买啊 所以不用急 我既然会领先法人坐在轿上 亲爱的会员放心 我也会领先法人 做解码出脱的动作 所以整个联军呢 上礼拜三告诉你不卖嘛 最低120.5耶 整个股价呢 昨天来到几块钱 127.5啊 你没有看到 投信的买超是不是越来越积极 我已经讲过啦 越接近12月中 法人的布局的一个脚步 会越积极 投信的持股机会满党 因为他们要做账 他们要做计较 计较不好的基金经理人 明年可能就要被淘汰 换人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地方 所以 投信一直在买啊 对 所以我昨天也跟你预告啊 去看一下嘉义所的资料 昨天礼拜二 投信一定大买超 好 结果果不其然啊 对 昨天的投信 是不是越买越多 近期最大的一个买超量啊 所以整个一个联军呢 今天股价来到129了啦 亲爱的朋友 这是一个大破断操作 难道我每天跟你 短线冲来冲去吗 难道我每天跟你换股 换来换去吗 可以做股票 两三支就够了 但是如果是不可以做股票 每天都给你不同样 两三支的 一星期十几支你要怎么照顾 没办法应付嘛 所以我们给混的持股 相当集中啊 有需要变来变去吗 环球金两趟的操作 简简单单 刚好适成 刚好适成啊 是不是真的有赚到 真赚啊 不是假赚 真的有赚到啊 所以我才要在今天 特别推出倍速翻的专案 什么叫做一到四 这当然有含义 这次的倍速翻专案 我当然只提供给 真的想要跟我们一起做仗 一起迎接 掌握未来一月份的原页效益行情 以及明年度的二月份的 红包资金行情 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你想跟青龙老师一起并肩作战的 今天所给你的 真的贪得到的倍速翻专案 你就好好把握 这个专案的一个活动 我不会推太久 名额额满 就会截职 想贪得自己卡定下来 好不好 难得推出这样一个专案啦 自己把握一下 所以呢做股票需要很多党吗 领先投信坐在轿上联军 你看的是一个波段行情 環球金你所看到是两趟四成利润 所以呢接下来 很多基本面强势的 还没有发动的邀请你把握 这档股票 今年获利比去年成长 我在它整理末端买在这一根 买完之后过两天 创新高出现大量 我当然没有卖 因为我认为量先价型 会过这根大量的高点吗 所以礼拜一啊 整理个五天 形态再度转强 我礼拜一有加码 我说会过这根大量高点啊 买加码 礼拜二红黑棒 左翼告诉你会过高啊 左翼我告诉你会过高啊 领完党股票 左翼告诉你 10月营收年长率高达278 我说这一个反压即将被突破 只要一突破就会过前波高 这是我们积极在布局的两档 法轮圈会布局的相关机油股啊 这档股票 我可以告诉你 今天都没有涨 今天这两期都没去哦 没去可以买吗 当然可以买啊 不要等到我掀开了 股价冲上去了 你才来问说要不要追 有价值信 当然是盘中给你的 绝对不是事后放炮 大涨一波才告诉观众朋友 赶快去追 赶快去拉抬 那不是我的风格 所以今天所推出的 这一个真赚 真的会贪的 不是假赚啦 背书翻的专案 希望你们好好把握一下 什么是一到四 详细的内容 你真的有兴趣的 想要跟青龙老师一起掌握 年底作战行情 年度的元月效应行情 以及二月份的 红包资金行情的 请你务必把握 机会难得 明天见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